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開心我們今天可以一起在這邊聚集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聖靈降臨節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聖靈降臨節 因為上帝的聖靈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因為上帝的聖靈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當中 耶穌目火之後的第五十天 就是聖靈降臨節 耶穌目火之後的第五十天就是聖靈降臨節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不長 但是是耶穌基督親自對聖靈的介紹 是耶穌基督親自對聖靈的介紹 今天我們讀的這段經節只有兩次 但是耶穌對聖靈的介紹是從十四章開始一直到十六章 從十四章開始一直到十六章 如果我們仔細的讀這一段經文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好像在聽耶穌基督的遺言 因為耶穌基督下來就要被定十字架 所以他在被定十字架之前 他要把這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訴門徒 也要告訴我們大家 他要賜一位聖靈在我們當中 在我們當中 因為他知道當他被定十字架之後 我們會遇到許多困難 我們會遇到許多困苦的事情 所以耶穌在十六章四節這樣說 他說我將這事告訴你們 是要叫你們到的時候可以想起我對你們說過了 我先前沒有將這件事情告訴你們 因為我與你們很在 耶穌說他要把這件重要的事情告訴我們 為什麼他之前沒有說 因為他與我們同在 在耶穌還沒有定十字架之前 他都是跟他的門徒一起同在的 但是他知道他要定十字架之後 他不能再陪伴他的門徒的時候 他說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們不要害怕 有聖靈跟你們同在 你們不要害怕有聖靈跟你們同在 當耶穌的門徒是少不了困難的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被指責 或者是會被逼迫 或者是我們在我們生命中遇到苦難 但是神說你不要害怕 因為有一位聖靈跟你們同在 在一九九六年的亞特南大的 相機奧運會當中 有一個比賽 這個比賽是一個跑步的比賽 在這個跑步的比賽呢 其中有一位選手 他要到終點的時候 他的腳從進來 所以他沒辦法進去比賽 他就用跳的 他就用跳的 到最後有一個人出現在他的旁邊 那個人是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就這樣扶著他 讓他跳到去 他的爸爸一出來的時候 他跟他的爸爸說了一句話 他說爸你要扶著我走到終點 因為我準備了這麼久 就是为了这一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就跟我们的爸爸一样 他永远都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一生都不孤单 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不管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 你要记得 圣灵都陪伴在你身边 我们首先我们要来认识圣灵 圣灵 通常我们对灵的概念 我们很难去理解 我们对灵的概念 我们很难去理解 我们通常 我们会用Spring跟Ghost 但是这两个英文 有很不一样的意思 Ghost通常都是说鬼魂 通常都是说鬼魂 但是Spring就是说圣灵 这个圣灵是被分别为圣灵 这个圣灵是寻上帝的 是被分别为圣灵 在旧约里面很少提到圣灵 他都是说耶和华的灵 或者是神的灵 或者是用风 或者是用气 你知道神跟我们多亲近吗 神跟我们是非常亲近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如何知道神跟你多亲近 你到底要怎么觉得神跟我多亲近 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知道 当神创造人的时候 他吹一口气给人 对不对 我想问你们 我这样 你们有感受到我的气吗 没有 没有 那我一定要在你里多近 至少最少 最多只能靠礼物 你就能感受到我的 你就能感受到我的所吹给你的那一口气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就要这么近 这么近才一步 祂一定要站在你的面前 祂一定要站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们跟神有多亲近 祂就在你的面前 祂就在你的旁边 这个灵是被分别为圣的 这个灵是被分别为圣的 今天我们所读的十四章的这两节 是耶稣基督对于圣灵介绍的第一次 的第一章节 这第一章节 祂介绍圣灵有三方面 有两三方面 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宝慧师 是真理的牛 是同在的圣灵 是宝慧师 是真理的牛 是同在的圣灵 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圣灵是我们的 宝慧师 圣灵是我们的宝慧师 宝慧师有两种意思 它是从爬跟召喚结合起来的 所以宝慧师有一个工作 宝慧师有一个工作 就是为人 协助人家 然后帮人家面固 帮人家面固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有时候会被误会 这个误会是 你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因为对方可能根本不听你解释 或者是什么 你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我相信在我们的心中 或许有一件事情 你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因为这个解释 你永远都没办法跟那个人解释 这个解释你也没有 他可能不听你解释 他到现在可能都还在生气这件事情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宝慧师会亲自帮助我们 为我们祷告 圣经里面怎么记载 他说我们的软弱 他说圣灵会亲自替我们祷告 圣灵会亲自替我们祷告 有人问我说 那为什么我都不说圣灵就知道 为什么我都不说圣灵就知道 我到底在痛苦上 经文怎么说 在哥林多书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 他说圣灵圣后万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一个叹息 你的一个动作 就算你没有说圣灵圣后万世 他会为你代祷 为你祈求 就算这件事情 你真的没有办法说出口 就算这件事情 真的是你不能复单的 你真的也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没有关系 圣灵说 他胜后万世 他会亲自替我们解决 再来第二个圣灵是什么 他是真灵的灵 就是真灵的圣灵 乃是世人所不能接受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为他常有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关于福音的奥秘 生命的真理 我们必须说 很难理解 那我们要怎么理解 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启示 来帮助我们理解 就如同你去登山一样 如果今天你必须要去一个很恐怖 人家说很恐怖 很复杂的山路里面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 你要走多久 你要走很久 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啊就是往那边走 我相信我们都有出国的经验 出国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人带着你 那个人叫做领队 那你会担心走流吗 不会 因为领队会带着你 但是如果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必须要承恨当的重担 因为你可能怕走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一样 我们必须要有真理的灵 来引导我们 我们就能更明白神的话语 我们就能更明白神的话语 圣经的行程是借着四十多位的作者 集合写作而成 这四十多位的作者 来自不同的人 不同的故乡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学位 但是靠着圣灵的启示 如果没有圣灵 这本圣经就不可能完成 这本圣经就不可能完成 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被神开启 我们一定要求神的灵 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眼睛就会被开启 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 你会发现 圣经里面怎么记载门徒 门徒就很聪明吗 门徒没有 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 也时常提到说 门徒还不明白 门徒还不明白 那他们什么时候会明白 当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就会明白 什么是神 要告诉他们什么 主耶稣说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理的圣灵会亲自把神的话语 带到你的心中 真理的圣灵会亲自把神的话语 带到你的心中 甚至我们的圣经的行程 也是因为神亲自把他的话语 带到门徒的心中 因为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渗透万事 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渗透了 所以为什么门徒会明白 耶稣基督的旨意 是因为圣灵告诉他们 是因为这个真理的灵 启示他们 帮助他们让他们得着衣处 让他们明白 他们接受了神话语事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一定也有体验过真理的灵 为什么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有一句话 那一句话 安慰你 那就是真理的圣灵在对你说话 有时候我们真的好生气 我们真的很难过 我们真的走不出来 但是真理的灵就对着你说话 告诉你说神要告诉你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定有经历过真理的圣灵 所以当我们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祷告 求上帝的灵亲自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知道祂要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祂要告诉我们 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祂是一个同在的圣灵 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很多次的同在 我要求父 父就赐定一个 另一位宝贵师 叫他们临命的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没有上帝临的同在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做什么 当耶稣被逆十字架的时候 如果我们想起福音书的记载 你会发现当耶稣被逆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门徒害不害怕 很害怕 因为他们觉得这世上最厉害的人 被怎么样 被逆十字架 他们的门徒非常的害怕 每个人都逃走了 但是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记载 当同在的灵 当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都被圣灵充满 犯反讲论上帝的道 他们勇敢的说出上帝的道 当圣灵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当圣灵跟他们同在的时候 他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知道当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我们会有平安 我们会有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平安是你非常确信的 是你非常知道这件事情 我很平安 你知道我以前很年轻 几年前 我当升学圣的时候 我第一次被要求上台讲道的时候 其实我很紧张 紧张到我的脚都快发抖 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讲不出来 那么一句话 这是我第一次的讲道 但是当我讲那一次的讲道 我坐到台上 我跟上帝做一个祷告 他很清楚的告诉我 你不用怕 那一次的讲道 我完全脚也不会发抖 手也不会发抖 讲得非常的顺利 连台语都讲得非常的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的灵跟你同在的时候 你会有大大的平安 而且这个大大的平安 是你非常确信的平安 是你非常确信的平安 当我们的生命 有神能带领的时候 你会发现恨不一样 在美国有一个脱火秀的主持人 他的名字叫做欧布拉里 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过他的节目 他在 他在九岁的时候被人家强暴 他十四岁的时候就未婚生子 那他未婚生子 他的小孩子两个礼拜 出生两个礼拜就过世 所以他自暴自弃 他吸毒 他做尽坏事 之后 他回到他亲生的爸爸家 当他回到他亲生的爸爸家的时候 他爸爸要求他一件事情 就是他每天都要读一本书写 然后写读书报道 这件事情对他而言 非常的辛苦 但是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十九岁的时候 进去当新闻的播报员 他去当主播 那时候他的心里不是很享受 他觉得这件事情我不习惯 可是他之后又接了一个节目 是脱口秀的节目 他发现在这个节目里面 他很开心 他很开心 他很自在 后来他的节目也爆红 有105个国家都可以看得到他的节目 都可以看得到的节目 在欧普他的生命里面 他说 他写了一本书 他说这就是使命 他说如何判断使命 就是第一个 你如果拥有的比别人多 那不是祝福 那是你的使命 如果你拥有的比别人多 那不是祝福 那是你的使命 再来 如果你受伤的比别人多 那不是痛苦 那也是你的使命 再来 你的使命怎么办 如果你比别人 有更让你心动的事情 那不是错觉 那也是你的使命 你对某些事情的负担 比别人多 那不是压力 那也是使命 你现在的弟兄姐妹 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他会感动我们 让我们去完成 他所托顾我们的使命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一定都有一件 我们想做的事情 神会亲自借着圣灵 告诉你 这就是你的使命 这就是你的使命 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 你的生命也会得着改变 因为 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九颗 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九颗 这是在加拉太书 五章22到23节 他说 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有忍耐喜乐 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 信使温柔节制 这是神的灵 跟你同在 你就能结出这些美好的果子 成为别人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人说 你讲了那么多 那我如何体验生命 我永远记得有一个故事 在课会上这样分享 他说 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就如同春天一样 悄悄的来 他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必须要用你的眼 用你的鼻子 用你的耳朵 还有用你的感觉 用你的理性 来体会 神就在你身边 重要的是 你必须要阅读神的话语 你必须要阅读神的话语 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迷法 神的旨意 跟神所要告诉你 圣灵所要启示 差不多两百多年前 英国有一个小村落 里面有一个小女孩 她的名字叫做 Mary James 这个小女孩 她那时候 小时候妈妈的父母亲 就都会 告诉她圣经的故事 但是他们家没有圣经 因为穷到买不起 因为穷到买不起 所以这个Mary James 她很想要读圣经 她存了六年的钱 她存了六年前的钱 从她十岁开始 她每天都存钱 存到十六岁的时候 她存了六年的钱 她想要买圣经 她也打听到了 哪边可以买圣经 她走了四十几公里的路 去买圣经 但是当她到了 买圣经的家里的时候 她发现 那本圣经 被人家买走 哇 她好难过 她一直哭一直哭 老板就问她说 你在哭什么 她就跟老板说 我走了九个小时 走了四十公里 而且我除了六年的钱 我就是为了要买一本圣经 老板说什么 我的圣经 送给你 我的圣经送给你 后来这个老板呢 把她的故事 告诉她的朋友 告诉她的朋友 英国的圣经工会 就从这个项目才开始 他们大量的音质圣经 为了是什么 要给更多的人 可以听到神的福音 可以看到神的福音 所以我们要时常阅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用我们的眼睛 用我们的感觉 去体验 神就在我们身边 最重要的是 你要用你的心 会神就在你的身边 我们一起来参考我们今天的回应诗 在我们的十三页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回应诗 如果你看不到前面的诗 你可以看我们的勾报 我相信我们 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赐 是我们有一个很敏感的心 我们要去体验神 在我们心中的作为 祂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祂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居所 求神来到我们的当中 降下祢的 我愿成为圣洁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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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po 每一大能承在 使我心 可欧 arrives 你 Laurent 可欧 我们要祝我们圣灵 来和圣洁居所 我们 来 充满我 期待 圣灵再次 触摸我 是我心不求 我愿成为 圣洁居所定的 大恩圆圣——我同贞!是我心可恶 多可恶!多可恶! 挖手满火 期待僧主 挖手满火 期待神明在此处 Shirley 神的力要觸摸你的心 是我心不朽 我不朽 一直忧伤我随心理 一直忧伤我随心理 始终是老数天的蜜 穿过万筑万旁 思乱松阳 你生命 将下你恩御 滋润我心 将下你恩御 滋润我心 生命 欢迎你 亲爱生命 欢迎你 将下你恩御 一直忧伤我随 将下你恩御 一直忧伤我随 滋润我愿成为 我愿成为 神天去送你大的存在 是我心可恶 我们一定要可恶神来到我们的心中 我可恶 来充满我 心爱生命 在此处默默 是我心不朽 我不朽 我不朽 一直忧伤我随心理 是梦树田的灰 是梦树田的灰 穿过万筑万旁 我们一起求神 将下恩御 在我们的心里 将下你恩御 将下你恩御 滋润我心 将下你恩御 一直忧伤我 didn't 将下你恩御 一直忧伤我随 小在你生命 family 城 将下你恩御 一直忧伤我随 将下你恩御 一直忧伤我随 你都要看见 你荣耀将你全力如今 将向你恩允止了我心 将向你恩允止了我心 请来圣灵欢迎你 请来圣灵欢迎你 将向你恩允止了我心 将向你的恩允止了我心 我今够要看见 令你荣耀将你全力如今 我邀请我们现在 把你的眼睛闭起来 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 因为圣灵可要将你当你的心 你要领受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 因为圣灵就充满在这边 我们要成为圣结居首 因为神的大恩要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可恶 祝福 带领受神的爱充满在你的生命里面 如果你没办法久站的 你可以坐下 但是如果你可以 我要邀请你站着 而且你要开口跟神祷告 说主啊 求你的灵来到我的生命当中 求你更新我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祝福 我们感谢你的神 你的圣灵将你在我的当中 祝你要呼吸我们的教会 祝你要改变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你的灵 是自动运行的灵 所以说我们的圣灵 会从来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你要改变他们的心 你要溢死他们的身体 或许他们现在心里有中担的 但是祝你要替他们出去 所以我们要邀请你的圣灵 进入到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体 让他们充斥得到改变 让我们敬艳 圣灵的爱 师父 大家的爱 我们一起 再次呼求 神的恩允 降临在我们的心 降下你恩允 置入我心 降下你恩允 降下你恩允 置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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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你的荣耀救济 生命 一轮过心 藏下你的鱼 滋润着你 欢迎你 心爱舍你 欢迎你 藏下你的鱼 滋润我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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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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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 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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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有你的鱼的事情 你就把它要忘在神的面前 神说 祂会发一个保卫式 让你的生命里面 亲自与你同在 我们不要再害怕 因为我们要保障我们害怕的事情 要忘记这个神 神要降下恩御 支入你的生命 支入你的心 降下你的恩御 支入你的心 将下你的恩御 支入我的心 降下你的恩御 支入你的心 舍生日欢迎你 亲爱舍生日欢迎你 降下你的恩御 你支入我的心 将下你的恩御 让祢恩与祢是正义 我命都要参见 祢的荣耀降临 全以为我与你 我的心 阿宗和我你背部 这属于你的世代 月底过渡 万全走远在这里 就如同在天上 我的心 阿宗和我你背部 这属于你的世代 月底过渡 万全走远在这里 就如同在天上 来恢复我们的心 来恢复我们的心 让回复的心 再生他们所爱的女 吸引这个世代 吸引这个世代 感受你的同在 再一次回复我们 爱情你的儿女 吸引你的答案 你的爱 我的心 何等渴望 你回复这属于你的世代 愿你过渡 万全走远在这里 就如同在天上 阿宗 今天是圣灵降年节 在经文里面 在使徒形状第二章 好多五须解到了 门徒都俱成在一处 忽然天上有声响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做的物质 我相信圣灵一样 要在我们的身上运行 或许我们以前 从来都没有经历过他 或许我们也没有认识他 但是没有关系 今天神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神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再从头 我们一起呼求 我们的天赋 天赋 天赋 我母求你 来回复我们的心 那回复的心 尚上他们所爱你的女 幸运这个时代感受你的同在 来一直回复我们 开启你的耳驴 经历你的答案 你的爱我的心 可能的梦 你回复这属于你的时代 等你过渡 把全照片在这里 你回复这属于你的时代 你回复这属于你的时代 天地过渡 把全照片在这里 走如同在天上 我们一起欢迎祷告 学书你的圣灵 将降临在我们每一位地中 前面圣上 让我们更深的来祭奠你 来认识你 主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 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从来 没有离开过我们 反而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 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不是孤单的人 反而得着丰盛的 启示跟祝福 主我们深信你的圣灵 也要降临在我们的教会 也要带领更多的人 来到我们的教会 神我们相信你 并亲自动工 在我们的华语礼拜堂 你也要用你的圣灵 拆解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在我们的台湾 这块土地上 做更多的施工 改变我们的教会 改变我们的国家 主我们知道 在我们里面的弟兄姐妹 有人的心充满影响 有人的身体 需要圣灵来移植 主我们相信 你的圣灵 要亲自运行在他们的身上 你要为他们担这个重担 你的圣灵 也要亲自移植他们 主求你的他们同在 也赐给他们平安 用你的圣灵 安慰 阻止他们 让他们深知 他们的每一步 都与你同行 谢谢主耶稣 也祝福我们今天 我们所领受的一切 我们将祷告 都是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